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共管 那么就现在这个情况嘛 就是它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 但是它预测的很准 这个人就是整个 比如说胡适大家猛吹捧他 胡适没有像他讲的这个东西 没有 这个 咱们国内的人呢 有几个固定的话题 胡适的这个趣闻义士 是吧 林徽英 这个陈云克 这个王国伟 我看他几十年来 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转这个话题 是吧 但是他们不知道郑肖旭 不知道张军脉 不知道我们熟读这个政治学 中国著作的这些作者 所以我就说他们是贩夫走足嘛 胡适 陈独秀都是虚德大名的人 胡适说自己是暴德大名嘛 他有点不老实 比如我刚才讲 民主与科学 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 甚至是这之前的那个 意大利那个耶稣教 耶稣 耶稣 会士 就是 意大利那个罗马教皇底下 有个叫做耶稣僧团 就是那些教士的团体 他已经把科学带到中国来了 后来呢 罗马教廷那边发生了纷争 中国朝廷又不知道是哪个皇帝 就把他们叫回去了 那么中间隔了一百年 鸦片战争开始了 叫西力东建 这个俗语啊 力当然是武力以及这个文力了 什么叫西力东建呢 不就是科学与民主吗 西就是西方的西 西方的西 力量的力 力量的力 东建 往中国来了 也包括日本啊 朝鲜啊 对吧 当然他们也有野蛮的地方 是吧 战争啊 但是中国当年那个锁国 那个封建落后的东西 他不打你怎么打得开呢 是吧 所以我们要看重他的进步的东西进来 那么郑孝旭这些人 他也原来也是就是 就是儒家这一派到了这个鸦片战争之后 他们是说要怎么应付这个问题 就是中国会不会亡种亡国 当时我们视为进步的东西 包括共产党 早期 现在他不提了 他的纲领当中 就是要用聘银文字代替这个方块文字吧 换不成嘛 对不对 换成了不就王种了 我们那古典诗词还有没有呢 对吧 幸亏我们有四声 啊啊啊啊 广中话更多一点 好像是九种啊 什么的 就抵挡住了这个东西 那么当然你看到西方的力量那么强 啊啊 你首先要担心是不是王种王国 第二是怎么样吸收他 自己也变得很有力量 然后可以跟他至少并驾齐驱嘛 那么这个正消息就很很悲观 就是清帝逊位代之以共和 共和不成代之以共产 共产不成就必然是这个共管 因为他看到那个八国联军来那个事情 现在其实我们中国又是这个问题啊 对不对 你说怎么什么主权 主权这个概念都是西方传来的 我们中国以前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说大家不要再老谈什么犹太人最聪明 不要再谈陈独秀 胡诗是民族与科学之父 是吧 这个再不要谈那些老生常谈那些名人 他们只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 思想家或者是政治家 或者是学术家当中很小一部分 只不过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比较流行 一般人知道的比较多 比较感兴趣 他们放弃了对我们固有遗产的 最宝贵那一部分的这个 这个了解和继承 比如新文化运动 也是说1915年以后 这个前后吧 陈独秀啊 胡诗芝啊 这些人提倡起来的 其中一个就是叫白化文运动 对吧 他们两个也当之无愧啊 自己认为这个是这个白化文运动的这个之父啊 上次我不是跟你讲过 明清两代皇帝那个珠批啊 奏折上的批语啊 都已经用这个白化文了 红楼梦 你也能看懂吧 他不是说像左传那样高深的这个文言文嘛 民间的很多小说啊什么 这些都是用白化文的 那么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呢 有人说还没有人自觉的把这个白化文代替文言文提出来 哎 我们这个人类从原变成人 或者从这个原始人变成这个现代人是吧 有谁自觉的提出来过呢 是不是 没有这回事嘛 他是社会自然演变的 所以我说陈独秀 还有胡诗芝 在这两个问题上 他们是德不配位的 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批判他们两个人 陈独秀后来当然他转变了 变成民族主义 那是另外一方面 但是你不是新文化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创始人 对吧 也不是白化文的这个创始人 我要觉得今后我们学术界也好 平民的这个思想界 你不要这个影响是大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思想的一个奇路 你会走错的 好我们继续往下 中华民族也是两起超提出来的 中华民族 对这个问题不大 我们这个中国呢 作为一个政治概念 多数是讲文明 不是讲这个种族 因为我们本身 你我至少都有40%少数民族的血统 这个不像欧洲国家是一个民族是一个国家 朝鲜民族就是纯粹的一个朝鲜民族 日本民族也比较纯粹 但是我们呢 经过北方民族南方民族的混合之后 那么说56个民族56朵花 中华民族 这个我承认 就是在汉族之上 有一个中华民族 就是我最近看那个网上 蒙古姑娘啊 这个维族姑娘啊 现在已经在讨论我嫁不嫁汉人了 他们都说非常正统的普通话了 至少比很多香港人讲的要好得多了 要解释他们是不是不洗澡啊 现在维族姑娘她公开讲 就是说我现在嫁汉人没有顾虑 以前我们还听说是有顾虑 这个就是她的用词用语思维方式已经汉语化了 那么你说共和没有成绩吗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对吧 共产没有成绩吗 也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就没有解决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 共和变不成民主 她又倒回去了 现在我们不是看她倒回去了吗 现在是什么状态就是说 现在又是称帝了 实际上的皇帝嘛 毛泽东没有称帝 没有说这个终身制 他实际上是终身制 对不对 第二他比那个满清明清的皇帝要厉害得多 如果我们历代厉害得多 我们历代历朝的这个皇帝 这个所谓叫做封建王朝 没有否定过私有制弹 这是共产党这一朝 否定了 我们就空前的野蛮化了 实际上我们是 第一我们现在否定这个 马学的这个劳动价值学说 上次我们讲过 是西方文明当中的野蛮部分 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共产主义的这个国家 他是要消灭有产阶级的 连思想都要消灭 不光是肉体要消灭 你说这个多野蛮的一件事情 你说哪个封建王朝 他当然也会限制那些富豪 跟他挑战他的权利 但是他不会去消灭这些 作为一个阶级他把它消灭 我们是肉体消灭啊 土改的时候 大概几百万地主富农被杀害了 然后公私合营的时候 你想想野蛮 陈毅讲的多野蛮啊 那时候不是公私合营 有人想不通就跳楼了 陈毅今天 比如说回到办公室就问 昨天有多少人空降啊 是不是 当时他们不觉得野蛮 现在我们回头看是非常野蛮 比我们封建王朝还要野蛮 至于我们现在生活比较好 那是科学技术的结果 你的人民公社已经搞了十多年 搞到我们这个 他说是国富民穷 其实我认为国穷民也穷 那时候饭都没得吃 所以曾潇旭这个话 我看陈平看了我的文章之后 他大概也说了一下 没有我理会的那么深刻 共管必然是个趋势了 你还要继续野蛮下去 美国要管 西欧要管 日本要管 现在来越南那个金兰湾海军基地 都要给美国用了嘛 人家是要共同讹制你这个吃人的老虎嘛 那你习近平取消这个任期制 实际上就是等于成币嘛 他现在中央各部门不算数的啦 都是他那个当小组组长说了算嘛 所以说你说这郑潇旭 他比胡适之的这个思想要深刻的多吧 胡适之作为一个学者 我们不能要求他太多东西 但是他是从政者嘛 他做个大使嘛 对不对 又是什么国民会议的什么代表 他就是虚有其名 光说不练 这个跟陈杜秀的毛病是一样的 包括陈英克 海外有个专门研究就是说 陈英克的人好像在法国还是那里 陈英克在那个欧洲自由大学游学 他没有去拿学位 他那个办公室里头有一个日本学者 一个匈牙利学者 他后来写什么隋唐政治制度演变史啊 这种东西 他很多是这两个人的思想 人家考证出来 但是当时的学者不会注明他从哪里来的 许志摩啊他们就翻译了这个英国的诗 他就以自己的这个名义发表的 所以你不能把他们神化 我更加不同意说只有那个民国时期 大师远去 大师 你光看那个工科 很多哈 解放后这些留学回来的自己培养出来的人 在这个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 很多大师 他们不知道嘛 他们不知道嘛 我们学过冶金嘛 对吧 知道这个大师 哪怕是编一个冶金工业 机械手册 都比过去国民党的那个时期 大师要厉害得多 就是说这个零件应该怎么做 它的工差是多少 是吧 以前我们没有这个东西的 张天佑就搞了一个什么 英汉工程词汇薄薄薄的一本 文科你也不能说没有 即使是在共产党统治底下 言论不自由 思想不自由 像近代之所 北京那个社科院近代之所 黄道玄 写《中央书区的革命》 运用了很多档案才知道 我觉得完全够大师水平啊 广州有个女学者 叫做卢街峰 任安强解围战考 厚厚的一本 我这么厚啊 就把国民党那个吹嘘 任安强战役啊 说是自己的功劳啊 他给否定掉了 那个考证功夫也非常仔细啊 我觉得他不比民国时候 那个什么王国伟那些差啊 当然了 他这个教他思想发展到什么民主自由 那些东西 他没有 是吧 所以现在这个 中国思想界这个趋势不健康的 所以我在这里讲 听众 我希望你们听见我讲这个话 嗯 你比如说编瓷海 文革嘛 我们讲79年结束 对不对 那上海有个老干部 他知识分子型的 叫罗朱凤 那上海的这个学术力量是 就是仅次于北京了 比我们广州要强很多 他每十年编一期的 一版的这个瓷海 所以八九编一版 七九编一版 九九编一版 零九编一版 后来他去世了 那你说 民国时期谁编过瓷海呢 是清朝人编嘛 对不对 那么后来很多新概念新俗语进来了 新的认识进来了 那么就是这个罗朱凤先生编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个 其实共管呢 咱们不讲民国时期了 就49年以后 是吧 有两方面的共管 当然程度不是太高 第一是苏联管中国 对不对 外交政策你必须跟它一致 你国内是另外一件事情 第二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禁运 当时叫巴黎什么统筹委员会 现在这个统筹委员会 改了个名字 那帮人还是那帮人 那么我估计特朗普 他们要动用这个了 不光是制裁谁谁谁 他就给你禁运了 不光是晶片了 禁运就是禁止运什么东西 任何东西进中国来 特别是战略物资 如果有时候你有灾民啊 运粮食这个他也不管了 那我们沿海 他都要给你封锁了 那么你只有从苏联运东西过来了 公路铁路你只跟苏联通 就是俄国通 那俄国有什么东西给你呢 除了石油还有什么东西 用那木材了 他们那个清工业完全不像样子的 我都跟你说过 我买过他一个手表叫Saconda 他的镀金技术比我们中国好得多 我在英国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表拿出来戴了 是我哥哥原来从苏联戴回来的 我嫌他好看 那么一个巴基斯坦人 在这个英国他跟我说 因为这个表出口到巴基斯坦印度 那是他们亲书嘛 Saconda 我知道这个事 我带上表去拍一下篮球 指针啊 那个数字全部掉了出来 我还想这什么表嘛 你说是不是 掉一个的好数啊 全部掉下来 就是说这个 这个劳动价值学说 造成的那个 后果非常严重 那么那时候就是共管了 一直封锁到 尼克松访华了 这个时候西方给了中国很多优惠 他希望你变成民主国家嘛 但是你 你又玩技巧去骗人家 是吧 这个人现在又开始了 其实是开始了 所以现在那个 因为这个疫情就传到全世界 对啦 他又要管你啦 就是说他不是 不一定说源头是谁哪里哪里啦 但是你初期有两三个月 你不管 特朗普昨天还提出另外一个论据 为什么你武汉可以封城 但是你放武汉人到西方各国去 他就说武汉人不去北京 但是他偏偏可以去欧洲和外国 他讲的这些 就是那时候他那个航空还是让他们走嘛 那么你就有意散播这个 新冠状病毒啦 对吧 所以人家要管吧 那么你服不服管 最后较量的就是战争了 那么这个 我研究朝鲜战争嘛 当然也得出了一个看法 就是说朝鲜战争以后 因为我们跟他打核了 那么在越南战争 它的地面部队 美国人就不敢过那个十七度线 就是南北越的分界线 这个论点很多人在流传 但是我告诉你 我曾经去过香港地图图书馆 那时候是想收集这个香港英军兵营的地图了 那么图书管理员听说我要这个兵营地图 电脑上打就是军事啦 military啦 而且他说这里有一堆这个military maps 我说你拿出来看看 什么东西 塑料制成的 广西的那个立体的地形图 就不是平面的 我们叫沙盘啦 但是他是用塑料做的 整个广西城 那我说这里哪里来的 他说这个美军当时在香港有后勤单位嘛 他撤出南越以后 香港这个机构也不要了 就把这个地图给了香港大学 那他做这个地图都是American Air Force 是美国空军做的 但是要这个沙盘地图 最主要是陆军用嘛 对不对 他从飞机上往下看 他几乎就是平的了 他之所以没有打过十字路线 可能很多演员不是害怕做过的演员 不然他做这个地图的演员 是吧 广东的有没有 我都没继续看啊 当然你从毛左这个角度 就是什么狼子野心嘛 但是他还是个狼嘛 对不对 他没有被你吓退嘛 所以当时他都这样做了准备的话 我相信特朗普今天做的准备更多 我们不知道 好 这里就讲了这个 香港这边呢 讲到一样 香港这边比方说 特朗普有一个制裁的方案出来 他的制裁方案是不是说 共管中国开始 那香港他也介入了 要管一管香港 他不在香港打退这个所谓港版国安法呢 那他在世界上就很难立足了 如果他的海军到了金兰湾 到了这个菲律宾的那个 苏比克格曼安法是吧 那个局势完全不一样 他控制住你南海 或者他就宣布驻军在台湾 是吧 增加这个南韩的那个美国驻军 日本的美国驻军 我们不会感到什么 当权者就很紧张了 他们是要用命来做代价的 你像叙利亚 像伊拉克 卡扎菲 沙达姆 拉登 这些就是他西方共管 伊斯兰世界的结果嘛 对吧 当然他不会管到你这个 把你这个十四年人吃饭的这个东西都负担起来 这个他不会 但是管到你走不通 我估计他对我们会严厉到这个禁运的地步 就是你说 不能说我们河邦中国人的这个领导人就是卖国贼嘛 你不能说欧盟的领导人是 各国领导人是卖国贼 你也不能说欧盟各国人民变成了亡国奴啊 河邦要好得多 而且我们这个可能是继续占美国便宜 但是这是政治上的便宜 以美国的政治理想和他的民族性格来说 我认为有可能的 美国本身就是搞 说卯定就是杂种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共管的这个 当然也属于中美和邦也属于共管嘛 你自己搞不成民主 搞成了民主你没有创新 没有重大的科学发现 没有重大的技术发明 科学和技术是两件事情 技术是叫发明 科学是叫发现 你还是要网种的 再过一千年我们跟西方人是一样的了 你甘不甘心呢 好像中国文化据我了解 还是有些潜力的 不像非洲人就完了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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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